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情相悦 暂时挫折 再次尾声之后 进入成熟 坚争不渝的阶段 本章的大部分经文是心腹的爱情告白 中间也创插了心腹跟他的兄弟的对话 最后以心郎和心腹 彼此期盼相聚为结束 预表了新约教会盼望主的再来 我们可以简单地把本章分成以下四段 第一段 一到四节 不顾一切的热爱 第二段 五到七节 不能熄灭的自爱 第三段 八到十节 心腹的纯洁与成熟 第四段 十一到十四节 心腹和心腹的疑难思雨 心腹对心腹的热爱在第一节中被直白地表达出来 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 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 我在外面遇见你 就与你亲嘴 谁也不亲看我 家偶毫不掩饰对良人的热切爱情 但他还是对礼仪规范有所顾忌 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与心腹亲热 他盼望能与他像兄弟一样 可以在众人面前公开表现他内心的情感 而不遭非议 在接下来的二到四节 心腹继续表白他对心腹亲密接触的渴望 他也提到自由在家中 受到母亲在婚姻上的教训 如今所结出来的美好果子已酿成香酒 可以让良人享受快乐 而且他十分在意要让这样的美好自然的持久 不被外人和环境所惊动 从属灵的意义上看心腹的这段告白 我们需要思想的是 我们是否对主耶稣有发自内心的渴慕 甚至到一个巴不得的地步 要享受与主同在的美好呢 还是世界上的许多事情 常常会冲淡我们爱主的热情呢 第五节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回应 是对家人和良人所说的 靠着良人 表明家偶意味着良人同行 旷野 大概是指家偶的家乡苏拉密 到耶路撒冷之间的乡村田野 因为当时城市多建在山上 耶路撒冷也是如此 故说上来 苹果树下代表情侣享受爱情的地方 为你取劳 指的是生产之苦 本句特别强调生产的取劳 以提醒所有情侣夫妻们 婚姻之爱蕴含了新的生命 使上帝在创世之处赋予人类的使命 生养众多 变满全地 雅各第八章六到七节 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 待在你臂上如戳记 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 其恨如阴间之常冷 所发的电关是火焰的电关 是耶和华的烈焰 爱情 种水不能熄灭 大碎也不能淹没 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 要换爱情 就全被藐视 这两节是雅各的最高潮 是爱情的最高升华 印记和戳记 代表永不改变 和不能磨灭的归宿 心指的是在情感上 必指的是在意志和力量上 爱的誓言是需要尽心 尽力去执守的 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 爱情如死之坚强 应该如何理解呢 死是世人无法抗拒和逆转的 大概可以用中文的死心塌地的爱来对比 心腹用死的永久和能力 来形容他和心蓝的爱的坚强 也让我们想到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到爱 罗马说五章八节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 而且主的复活彻底胜过了死亡 记恒如阴间之常人 所发的电关是火焰的电关 是耶和华的烈焰 表明了真爱的绝对排他性 爱越深记恒就越大 耶和华神是爱 他也直言不悔 他是记邪的神 他不容许他的子民敬拜偶像 火别有熟练 神乃烈火 要烧尽一切的邪恶 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九节 爱情种水不能熄灭 大水也不能淹没 说的是忠贞的爱情 是能够经过时间和水火的考验 爱情的高贵无价 是任何财宝无法换取的 第八到九节 说话的是心腹的兄弟 他们身为妹妹的监护人 有责任保护他的争吵 直到逝婚年龄 陈强 代表对处女争吵的持守 陈门 使人出路之地 比喻不守争吵的女子 嘉欧十分自豪地说 他守住了他的纯洁 而且他现在已经长大成熟 因此他是一个得平安的人 一座幸福的源泉 能给他所爱的欢乐和幸福 这三节看似跟爱的师哥并不相配 却道出了身对婚前持守征召的看重和祝福 让那些对婚前性行为随便的现代人羞愧 最后一段 十一到十四节 描述的是新兰和新娘之间的 尼南施语 虽然因为某种原因 他们并不在一起 是在邻里的亲密互动 所罗门的葡萄园 一方面是指新兰所拥有的产业 另一方面也象征了主托付给门徒的教会 看守的人 这边上是指家欧的兄长们 我引第一章的 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 从御义上看 他们应该就是教会的牧者们 以佛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 他所赐的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第十二节 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 所罗门阿 以前色科勒归你 二百色科勒归看守果子的人 我自己的葡萄园指的是 家欧自己 他知道自己的圣洁和价值 因爱的缘故将自己献给良人 他也感谢保护他的兄长 故说 两百克色勒归给看守果子的人 你这住在园中的 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 求你使我也得听见 这是良人对家欧的呼唤 请求家欧让他得以听见他的声音 家欧的圣洁和对良人的爱慕 是他在良人的眼中 如同在美丽花园中的王后一般 他的声音让同伴悦耳 让良人期待 我的良人啊 求你快来 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 家欧再没有别的要求和盼望 只呼求良人快来 享受爱情的甜美 雅各在家欧等待良人中结束 欲以深远 初代教会的最后一个爱的使徒 约翰 在启示录的结束时 也写道 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读王雅各 我们会如何看待教会和自己呢 我们是否更加爱主 也渴望主快来呢 让我们从可慕主的同在开始 尽心尽力地去爱他 持守圣洁 丹丹爱主 并将生命献给他 最后 我要代表西丫头林安堂 每日灵修Podcast的所有同工 感谢您在过去一千一百九十多天里 跟随我们的文字和声音 我们所做的并不完美 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那这个工程是同工们回应神的护照 是神的恩典 让我们可以完成 也让我们自己得到最多 傍晚您也有同感 一切荣耀和颂掌归给爱我们的神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天父 谢谢你将雅各 赐给我们 好 让我们明白 世间的真爱 和你那残阔高深的爱 主 求你将一个更深的渴慕 放在我们里面 如同心腹 对王的渴慕一样 让我们常常思想 你的信实和美善 圣洁和公义 思想你是如何接纳我们 赞许我们 用永不改变的爱来爱我们 帮助我们更多的爱你 将生命献给你 持守圣洁 迎接你的再来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弟兄姊妹 谢谢您的收听 愿神赐您美好的一天 不论你在哪里 圣得恩惠平安 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 愿神祝福你